在制造汽车、IT制品以及家电等所有高新技术产品时 不可缺少稀有金属 由于它储量少 全世界的需求又在扩大 如何确保稀有金属 已成为产业界烦恼的根源 但是这宝贵的资源 其实在各种用过的小型家电中就有 为了不费集这些资源 有效地将它们提取再利用 福岗县与环境省联合行动 从2008年度起 率先全国开展了稀有金属循环再利用计划 要让稀有金属循环再利用工业化 确定稳定高效的废弃品回收系统 以及提炼分离技术的高效低成本化 是重大的课题 为此 福岗县资源循环利用综合研究与产业化促进中心 构筑了回收系统 2008年度起 在大摩田市 开展了用过的小型家电回收示范事业 2011年度起 回收地区扩大到全九州 回收的用过的小型家电 被集中到大摩田生态城内的柴田产业 在这里通过手工作业将它们拆开后取出底座 取出的底座 再由稀有金属分离器 将含有稀有金属的零件分离挑选出来 为了更好地提高现有机械 手工作业的效率 这次我们引进了稀有金属分离器 这样既可以实现至今为止 无法用手工和机械挑选的弹的分选 又能进一步提高循环再利用效率 还有 作为今后的课题 我们从德国引进了分选机 充分发挥这些设备的作用 朝着产业化方向努力前进 分离挑选出来的零件 由日本三井金属矿业精链 将毯提取出来 毯的分离提取技术的实用化 可以说是朝着亚洲稀有金属循环再利用据点 迈出的重大一步